没错 好在开启成功的一半 后面那一半就要放了 有戏吗 这一段话很有信心 第一张是比较 对对对对 比较寻找 先有问题 后面开始解决问题了 解答跟全谋就靠 然后跑跑跳跳就靠 是这一看 警惠 然后俊华的角色妹猜测说是写制导判的幕后真秋 发现的画面都蛮写情的 那你在猜测的过程有觉得有什么样的想法 当下其实 当下其实会觉得就是 一开始会觉得有点迷信 就有点 因为没有看过 那么力真的 这个法 反对还有一个 做的那些想法 然后它里面还会有写 一些 那整个最后一期就觉得是 就是因为我要把球放在那里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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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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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的 那 就是 它们要碰到那里面 然后跑到那里面 躺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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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角色也要玩 也非常敏銳 所以這一點我們其實是在學院的角色 兩位在劇中對你非常辛苦 對理系來說 我們可以跟上講嗎 其實就是 我覺得剛開始還是有一些緊張 所以那個時候就叫就是 把新老師 新媽媽的食物的時候 然後放鬆點 我就趕快先跟老師打一下那個 師哥師妹的牌 然後 老師的對戲起來 就是老師真的也非常的專業 而且很有那個 一看到老師就覺得那個氣場很強 氣勢很強 然後就跟自己講說 不行啊 副分局長不可以輸給老師的氣勢 所以也就是很努力的盯著老師的眼睛一看 怕氣勢會輸嗎 因為我這個副分局長其實也是有一些 就是霸氣膽子也是有點大 所以她其實很年輕就可以當上 所以 超公 謝謝 謝謝